又来到了我三年前 带过的地方 要去我的曾经的学校转一圈 又来到了 三年前处的地方 有太多事情要做了 第一件 要先去学校旁边的餐厅吃点东西 这个餐厅呢 我已经不知道它有没有在开了 因为它就在前面那个拐角处 我是当时还在上学的时候 偶尔会去那边吃饭 我的一个特别好一朋友 就是回流北京一朋友 Tony 他之前在那边打过工 希望这个店还在 因为里边那个猪扒饭是相当好吃的 希望今天还可以再吃一次 哇真的是时光荣染的感觉 到时光荣圈 耶 不知道开不开门 OMG还开门呢 我没有想到真的这家店还开着 当然平时这家店的人是特别少的 不行我得拍张照片 然后给我朋友发过去 没有 没关系 这是以前的我经常来的吃饭的地方 然后以前 很久没见你 对啊 以前我朋友Tony他在这边打风 心强不好 没想到老板还记得我 没想到老板还记得我 老板可以刷飞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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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点 在中国来的食尚不多 不多吗 因为现在是下点 是印度人 印度人不喜欢吃中餐的 印度人不喜欢吃中餐吗 印度人不喜欢吃中餐吗 不吃不吃 OK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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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包我拿了 真是 这个红绿灯之前是没有的 后来装了 为了我们学生付出多少 啊 这个红绿灯之前是没有的 我学生了两天前 哇哦 就是这里 这里我待了三年 然后现在呢是因为夏季 所以很多学生呢是不来上课的 这也是这边决定 但是夏季可以不上课 What the hell 我在这儿呢主要是 问一下这个办公室一些问题 所以要在这儿排队 对 谢谢 在我身后呢,是我们这个学校 哇,oh my god 是我曾经的学校呢,新盖了一个喷泉系统 可是这水喷太猛了,直接喷出来了,再欣赏一下 OK,在我身后,是一所BC省的一所college 俗称在我们国内属于中砖,大砖 但这所学校呢,我在这边待了有三年,我就是道格拉斯的学生 它名字叫做Douglas College,中文名道格拉斯 然后三年前从这毕业之后呢,几乎没有再来过 今天因为一些个人的一些私事,来到这里 所以说我就借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曾经上过的学校 Let's go 这个是一个正门,可以看到这个建筑非常的牛 大门进来之后呢,遇到第一个就是book store 就是我们这边买书的地方 在它的旁边呢,会有一些很多这个就是小广告 我们俗称的小广告,比如说一些社团 搞了一些社团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有人卖书的啊,卖书你想买这本书,撕下来买这本书 还有它的一个summer semester的这个一个重大事件的一个表 所以在这边呢,是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学校的信息的 但是呢,书店啊,经常不开,但是现在是开着的 但我觉得它不会让我拍的,所以我们去另外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这个门 从这边转过来之后呢,这个是我特别喜欢的地方 曾经的篮球职业生亚就是从这里开始 我们去看看有没有人在打篮球 这地方呢,就是以前每一次 每一次这个课间操的时候 或者说下课的时候 哪怕有15分钟我都会来这里打打篮球 可是现在他们小孩在上课,然后没办法 然后这边就是教室了 每次打篮球呢,去这个地方 不过15分钟 一个厕所,这不进去 然后这个地方呢 是教室 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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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给大家看的地方 是我职业生涯 第一次 在这边接触的东西 也就是这个地方呢 让我学会了一项技能 非常的重要 这边的钢琴房都关了 我突然间想起来 在夏天的时候 这个所有的钢琴教室 都是关着的 在这里面每一间屋子 都有一个家钢琴 但是呢 每家钢琴的质量都不一样 所以我每次弹的时候 要看运气 如果运气好的话 站到一间 拥有特别高级钢琴的房间 这里面这个钢琴很差 像这种超级高级的房间 是有密码锁的 一般人根本进不去 信不信由你啊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三年 但是这个事外 我从来没有出去过 是因为每次来就上课 上课下课的时候 都上的组 一般人没人出去 Let's go 这旁边都是办公室 然后你站在这个地方呢 像那边老师学生都会看我 所以这是我为什么不来这个地方的原因 因为很多人在看着你 周围一圈都是教室和办公室 谁没事来这玩 我们等一下去最后一个地方 突然发现我的粉丝群 给我做了一些表情 粉丝是非常可爱的 在我身后呢 就是我们这个道拉斯学院 表演大厅 所有的音乐厅 所有的音乐系的学生呢 都会在这个厅后面 这是一路墙 因为这门是锁着 进不去 看 撤了 然后对面呢 是这个学生会的休闲场所 不过现在监约的时间啊 现在已经下午4点多 所以有可能是关了门了 然后这个 从我们从4 我们现在4楼 4楼一出来之后呢 直接可以上大街了 为什么可以上大街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勾造呢 是山居形的 因为它这个地方的勾造呢 是山居形的 好 这是4楼 3楼 2楼 1楼 接下来我们到学生会里边看一下 看看这个学生能干什么 首先进门的时候 我先喝口水再说 这边有很多学生在看我 帮我翻过来看啊 然后那边学生呢 可以在那打桌球啊什么的 看我身后有一个大电视 这个大电视呢 就是假如你学生 你带个笔记本电脑过来呢 直接可以连到电视上 如果你想给大家分享一些电影啊什么的 这个娱乐亭 以前我在这打过一次才去 durchaus 压力 这个呢 就是大概我这学校的样子 維美的地方 但是這所學校呢 它的優勢不在於它這個建築結構 而在於它這個地理位置 這個位置呢是位於這個城市的中心位置 而且 它的這個地理位置呢 附近有一條非常好的河流貫穿於這個 城市之間 等一下我們去看一眼 我的天啊 超級大 大蝙蝠一個 那邊是學校 這邊是河流 這就是我學校附近的一個小小的碼頭 就這個樣子 非常美 跟我來看看河邊 對岸呢是另外一個城市 據說在那邊這個城市呢不太安全 其實啊根本不是 從這個一直往下走下去的呢 就到了另外一個公園 但是那個公園沒什麼看 所以我們就在這邊帶一帶吧 這個河邊呢吹著風真的很舒服 這個河邊呢吹著風真的很舒服 還看到這個 熱帶氣候的樹 在這邊 有明天啊 現在我們應該是在那邊 多一點 甚至是在那邊 用字幕也會保持 做到的地方 有個字幕也會 對岸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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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另外一种工作的 真的很享受海上的一些 唉 奇异的工种 真的是很怀念这个地方 毕竟三年前在这边待了很久 真的是每一年呢 都有不同的感觉 不同的生活 身边的人 身边的事都变得不一样 人生就是这个样子 总是不停的变化 成长就在于变化 改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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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